1997年,比尔盖茨建成了世界手动智能家具豪宅 至今已经过去了有20多年了 那这些年间呢,也涌现了非常多的新技术跟新品牌 但不同的生态,不同的技术,实际它是不能兼容互通的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了A品牌,就不能选择B品牌 它要中不同的智能技术,有不同的优势和使用场景 比如KES总线方案,它非常稳定可靠,功能强大 但灵活性不够,升级或拓展会涉及到固线和商业调试 ZKB无线方案呢,安装门槛低,价格也略低 但稳定性看干扰性就差很多 对于大载项目是比较难hold住的 那有没有一种方案,既能兼容总线的高稳定性 又有无线的灵活便捷性呢 我们联合全球领先的ALT平台涂鸦智能 将KNX与ZKB两大主流标准高度融合 开发出M焦融合网关 这是全球首款在设备层实现KNX生态与涂鸦生态 双向控制的融合网关 KNX生态有8000多款以认证产品 涂鸦生态拥有2000多款设备类别 设计师在智能化发案设计中将拥有海量的设备选择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给用户打造更完整 更优质的全屋智能体验 那双向控制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第一 有线和无线设备可以共同协作 发挥各自的优势 比如我们在做智能发案设计时 可以把主要的功能 灯光 调光 窗帘等 用KNX设备来满足高稳定的需求 在不方便护线的情况下 不管是前装还是后装升级 充分运用无线的灵活便捷性 将一些可选的功能 如传感 报警 插座等 集成到KNX系统中 联织的融合既能保障用户体验 又能实现灵活部署 而且还能建体整体的造价成本 第二 操控更便捷 既能用涂鸦APP 也可以用KNX智能屏 来控制整个智能系统 哪个方便用哪个 那M焦融合网关 跟传统的云云对接网关 区别在哪里 第一 我们跳过了云云对接这个环节 而是把设备进入了涂鸦云 一个网关就能搞定 响应速度会更快 第二 它不怕断网 断网也不影响 整个智能系统的运行和使用 好了 今天的好物分享 就到这结束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 请到评论区联系我们